2017年吉隆坡圣瑞吉斯酒店某豪华婚宴上 出现了一个重达85公斤高1.6米 外表金光闪闪的六层白蓝地水果蛋糕 这一个要价19000令吉的升华蛋糕 不仅让现场的宴客叹为观止 可以让人们对这个精美蛋糕背后的蛋糕设计师产生了好奇心 因为这个蛋糕一夜成名的梁建宜 今年只有21岁 能够操一口流利英语的他 总是让人误以为他从国外毕业回来 实际上他在八岁以后就没有上过学校 相信大家或多或少都听闻过在家教育 可是非学校教育又是什么呢 梁建宜 但是却在新加坡接受了短暂的正规教育 八岁那年父母见他对上学兴趣缺缺 于是帮他办理了退学手续 并带他回到我国展开非学校教育的不平凡之路 在非学校教育制度下 父母给了他极大限度的学习自由 让他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学科并加以研习 我永远很喜欢对艺术的风格 十一岁那年 梁建宜一次闲来无聊的 浏览视频网站 让她从此跟烘焙和蛋糕设计 结下了不解之缘 因为当你在学校 你其实有很多时间 要是創作或是自己的 因为我们不是很熟悉 有很多工作室 所以我们有时间 要继续 甚至时间要生气 所以我花了很多时间 在 YouTube 当我年轻人 所以我刚刚才看到 一个鲜饭影片 所以他们只是 decorating cupcakes 然后就准备 很简单 buttercream 然后我认为 哇,OK,那是非常有趣 因为在那时 我认为 它就变成一个货币 然后从一个货币 就变成一个 passion 十几岁的年纪 是大部分国人 埋头于小六评估考试 初中评估考试 和大马教育文凭的岁月 可是梁建宜 却在这个年纪 忙于参加蛋糕设计比赛 也在那个时候 考取了数个 烘焙和蛋糕装饰的文凭 虽然对烘焙 烘焙和蛋糕设计 有着浓厚的兴趣 但是来到了 人生的十字路口 把烘焙和蛋糕设计的兴趣 转化为职业 还是他人生的一大抉择 所以我来到这种 这种课程 当我18、19 当我开始开始 因为在那时候 我其实有不同的 趣味 我想要进行 psychology 和 therapy 然后我说 我有这种 背景的背景 但我也有 不同的趣味 所以之前 我完全想要 离开 我只是想要 尝试 抱着姑且仪式的心态 19岁的梁建宜 在居家展开了 她的创业之路 从事蛋糕烘焙和设计 然而创业初期 她面对客源 不稳定的问题 于是 她决定开办课程 教导人们 有关蛋糕烘焙 和设计的技巧 当中 她做出了很多 烘焙师和蛋糕师 都不敢做的 大胆尝试 那就是开办 专门给孩童的 烘焙班 由于投身烘焙领域 已经有七年的时间 在器具和设备齐全 以及拥有一定口碑 和人脉的情况下创业 让她在短短两个月 就回本 如今 在节日的高峰期 她一天就能够 做出两个蛋糕 从这一天就在 在节日是 就在结者装甸 我其实是 所有要工اج fe呢 全部꽃 每个プロ抽屋 各个 各个 选择 我从 结订 在结市 整个 迈入第三年 梁建宜的蛋糕事业 已经踏上了轨道 她不仅从 凡是一脚踢的居家创业 升级成为 拥有自己的蛋糕工作室 而且还有能力 骗请一名员工 来分担她的工作 虽然如此 她依然没有放弃授课的部分 尤其是每个星期 固定上课的孩童烘焙班 因为这个班的开办灵感 来自于她 非学校教育的背景 然后你会发现 他们可以创造美丽的 童烘焙班 梁建宜将自己的成就 归功于非学校教育的培育 在她看来 过去数十年来 我国的教育偏向升学导向 然而过度地强调 政府考试和大专文凭的 教育制度 往往是高学历 高失业率的罪魁祸首 形同教育资源的浪费 她形容 非学校教育 让她能够按照自身的兴趣 选择未来的职业方向 更发掘出她大胆创新 勇敢创业的精神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